台灣總統大選倒計時最後一個月 民調結果顯示 民進黨的蔡英文以兩位數的大幅度 領先國民黨的候選人韓國瑜 有分析認為 北京因素是此次台灣選戰的關鍵之一 有美國眾議員認為 台灣總統選舉是對中國政府態度的一次公投 那麼台灣選舉是否有所謂的外部勢力的介入 或者是干涉 候選人或者是候選人的代表 訪問美國所謂的面試的做法 是否說明華盛頓的因素也是不容小覷 台灣選舉為何常常試圖規避北京因素 而對華盛頓因素則是津津樂道 這是我們的第二個話題今天 那麼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來賓 今天參與節目討論的兩位嘉賓 分別是美國愛德菲大學的教授 王維正博士 王維正博士是通過連線 從紐約州參加節目 在台北中廣演播室參加節目的是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范士平先生 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節目的是 台灣中廣新聞網的葉博毅先生 好 第一個問題 還是先從紐約的王教授開始 那麼台灣的選舉 剛才我們提到 到底有沒有這個所謂的外部勢力的介入 那麼很多人說候選人或者是他的代表 好 訪問美國變成了一種面試 台灣總統能不能當選 那一部分也要看美國是不是支持 那這種說法是不是事實 如果這種說法是事實的話 其不是也就像美國這邊所說的 像外國勢力干預他國的內政 那更何況這也是總統大選 王教授您的看法 是 我想這個問題的話 大家都很感到關心或很有趣 那麼我曾經在很多場合都講過 這樣一個觀點就是說 很少有哪一個國家的這個選舉 純粹是內政事務的話 會引起這麼多大國的關心 因為這也是顯現了台灣的 這個就在地緣政治上的一個特殊的處境 因為它是美中關係的中間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中間除了說台灣的民主是否能夠深化 能夠成為這個華人世界的一個明燈之外的話 還牽涉到了這個主要的這個外國 比如說像美國和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的利益 那您提到這個說是否有著所謂的美國因素 甚至於所謂是否有這個大陸的因素 我覺得這個感覺上好像是有 但是就是作為一個政治科學家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的量化 你要怎麼樣的能夠證明它有或證明沒有 那根據我跟這個跟華府的人士的 他們互動的了解的話就是說 美國政府的話很 它其實對於這個台灣的總統的 最後誰勝選的話 並沒有特殊的好物 但他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 總統當選人他的政策 所謂政策的話就是說他做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兩岸的政策也好 或者是美中台的政策也好 是否會影響到美國的利益 所以用一個業務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太激進的 或者說是太針對的 對道路來講的話 對美國都不好 所以他必須了解說這個候選人 他們在兩岸事務上的一些這個主張和做法 那麼有這個講法就是說 過去2011年當 蔡英文還是這個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他到美國來訪問 然後跟美國的這個國安的高層的官員見面 那麼給他們得到的一個印象 就是說他那時候對於這個兩岸事務的這個陳述的話 無法獲得美國的關心 然後在外交上非常不尋常的就是透過這個放風的這樣一個方式 在金融時報上面寫出這樣的一個報導 那很多分析人士問說那個對於這個小英的這個選情的話 有一個不利的影響 那個的話就是 所以那個2012年的選舉的話 就最後變成說讓那個台灣的選民感覺到說 美國好像很很關心哪一個總統會帶領台灣 就保持一個比較跟大陸穩定的一個關係 這樣的話從而也會穩定這個美國的中間的利益 2016年那個台灣的這個總統大選的話 國民黨的候選人並沒有到美國來 現在2020年的話這個韓國瑜他也並沒有到美國來 所以可能在這方面的這個美國因素 是否還是透過了過去這樣一個面試的 這樣一個過程來向台灣的選民做間接的表達的話 就值得觀察了 那我覺得這個我再重複一句就是說 這個外來因素是有的 但是很難量化也很難證明說它存在 好 謝謝王教授 接下來問題請教台北眼博士的范教授 那麼如果說這個美國是在這個台灣選舉當中 是一個很重要很大的這樣的一個因素的話 那麼有這樣一種現象就為什麼台灣的這個選舉 它總是沒有試圖去避開美國因素 而是所有候選人都在想方設法地要避開這個中國 或者是北京因素 是因為這個美國支持台灣呢 還是說美國同樣是一個這樣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這樣的一個體制 我想台灣這個社會 這個總體來講 它是一個對美國相對有好感的社會 當然台灣社會大部分對美國 他們反美的這個聲音很小 非常有限 那為什麼 因為從1949年以後 蔣介石來到台灣 台灣跟美國就是軍事上的一個合作關係 而且有邦交 一直到1979年 那1979年之後 當然台美斷交了 台美關係曾經陷入低潮 但是我們看到特別是這幾年 台美 特別是川普總統上任以後 應該是說台美之間的合作越來越緊密 那我們也看到 美國也推動了很多的 像這個台灣旅行法 台北法案 美國國會非常的積極的友台 那美國也 最近也授予台灣先進的武器 F16V MA2的戰車 另外就是台美在很多的共同價值上 有很多的合作 包含了像這個宗教上 還有在人權問題上 還有防犯這個駭客入侵上 那美國政府呢 過去對於台美的一些交流是比較避諱的 現在都很公開的 甚至軍事上的交流 甚至我們的這個軍校 空軍去美國念空軍官校的學生 畢業還可以在畢業典禮上 在川普的面前 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 或者我們的軍人 可以穿著正式的軍服 參加美國的演習 這在過去都沒有的 所以我認為台美之間的這個關係交流 加上中共不斷的在最近 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挖台灣邦交國 那美國在價值理念上 我們是共同的民主自由 而且美國也提供台灣必要的 防衛的武器來對抗中共 那來避免被統一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 就是台灣社會 本來就是從過去歷史上來講 就是一個親美的社會 所以美國當對台灣的某個政治人物 他可能比較肯定的時候 台灣民眾就會覺得 這個這位政治人物 可能是受到美國支持的 可能不是直接 可能是間接的 但是如果某個政治人物 是受到中共支持的話 那不得了了 那反而對這位政治人物來講 就是一個負面標籤了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過 這個在澳洲的這個投誠的 這位王立強 中共的特工人員 他說給了韓國瑜 兩千萬人民幣 那這個沒有辦法證實 可是韓國瑜 當然就受到影響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原來你就是這個 中共所豢養的政治人物 加上他今年去香港訪問 又去了中聯辦 而中聯辦又是打壓香港 民主自由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基地 或者是一個單位 但這會讓大家覺得不可相信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美國 當然他希望了解 每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 特別是你想選總統的 那我想剛才也提到 就是蔡英文在2012年的時候 他到美國去訪問 的確那個時候是比較受到 美國認為他的兩岸論述 並不滿意 所以後來透過媒體來放話 到了2015年 蔡英文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美國態度就是 非常的正面肯定的 那我覺得主要因素是因為 那個時候馬英九的總統 跟對岸似乎走得比較近 特別是ECFA 甚至兩岸的經貿協議等等 那台灣當時也很擔心 會發生這個 所以2014年又發生了太陽花雪域 表示台灣民眾 對於兩岸交流的疑慮 所以2015年 蔡英文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不但進了國安會 甚至跟國務院高層 有很多的互動 那就等於是跟他四年前的情況 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次韓國瑜 他在四月份時候 也去了美國訪問 那去了主要是學術單位 是史丹佛大學 哈佛大學 他跟史丹佛大學裡面一位 這位艾江山先生 他是中文非常流利的 曾經是駐阿富汗的大使 還有美國官拜中將 也是阿富汗聯軍的司令 也見了面等等 那當時結果 結果這場 在史丹佛大學的會面後 有一些參與的人 就認為 後來也把這個訊息 透露給台灣的新新聞周刊 說美國對於韓國瑜 在兩岸的論述上 並不滿意 當然這些參與的 可能多數是學者 他們認為說 好像韓國瑜都是 follow馬英九的 所謂九肉共識這個論述 可是美國認為 現在的兩岸關係 已經不是馬英九時代的兩岸關係 現在的中美關係 也不是馬英九時代的中美關係 那韓國瑜似乎沒有提出 他能夠讓美國覺得說 在印太戰略當中 台灣要扮演什麼角色 並沒有說清楚 而是不斷地去跟隨著 馬英九時代的政策 所以我覺得 這個媒體一報導之後 很多人認為說 馬英九好像似乎 韓國瑜似乎是沒有辦法 獲得美國的信賴 那加上本來傳說 韓國瑜應該要再選前 要去美國訪問 結果他又說 因為他公務繁忙 在這個AIT主席 這個墨健先生 到高雄去訪問 韓國瑜的時候 他直接跟墨健主席說 我不去美國訪問了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好像似乎不太給美國面子 那因為就是他上次訪問 在今年年初的訪問 並不是很圓滿 所以我想美方 也希望他再去做一個說明 對他居然沒有去 所以我們也看到 洪秀柱女士也提醒韓國瑜說 他當時在2016年選總統的時候 他因為還沒有被換之前 他也沒去美國 結果可能也是因為造成 美方對他的一些誤解 那是不是成為換柱的原因 不得而知 但是洪秀柱是一直提醒韓國瑜 應該要再去美國 結果韓國瑜沒有去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是一個雙方互信的 彼此了解的一個過程 我倒不覺得美國要去 干涉某個總統候選人 會介入台灣的選舉 而是說他希望能夠了解 理解你這個韓國瑜 或者其他總統候選人 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增加彼此的互信基礎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重要性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這個中共當然也試圖想要 介入台灣的這個總統大選 但是我覺得他的結果 可能都反而是跟中共 剛好是適得其反的 大家還記得2000年 那時候台灣要選總統的時候 這個當時中共總理朱鎔基 還說誰支持台灣 誰支持台獨 誰就沒有好下場 結果還是陳水北當選了 96年的時候 這個中共也在總統大選前 這個推動文攻武嚇 台海的這個飛彈施設 結果反而是讓李登輝當選 所以我覺得中共未來來講 他之後來講他對於台灣的選舉 介入也比較含蓄 也不太願意赤裸裸的介入 因為結果都是不如他們的預期 好 謝謝范教授 接下來是同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兩位教授 先請紐約的王教授來談一談 然後再請范教授談 那麼如果說中國對台灣 是有敵意的話 為什麼台灣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不回到以前的這種 所謂的不接觸 不談判 不妥協的這種 三步的這樣的政策 為什麼不這樣做 但每次都是只是選舉的時候 就開始打這個統獨牌 任同牌或者是叫國族牌 王教授 是 我想兩岸從不接觸到現在 這個的情況的話 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 1979年在兩岸 還沒有正式接觸之前的話 彼此之間的貿易幾乎是零 然後也不能夠直接到大陸去 那麼現在的話 在任何一個時候 台灣在大陸的這個台商 和他們的家人也好 可能有超過100萬人以上 那然後這個台灣的 不管是直接貿易 或者是透過香港 建議的貿易的話 都是中國大陸是最大的 這個貿易夥伴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的存在 和它的這個因素 對台灣來講就是一個兩難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它是台灣很重要的 這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和前途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它也是在安全上 對台灣來講的話有敵意 而且是最需要考慮的這個因素 所以台灣人的話 就是說過去這個 蔣經國時代的所謂的這個 三部政策不接觸 不談判不妥協 或許可以用 但今天的話 不管是任何一個政府 上台 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都必須要 就是說跟中國大陸的政府 要維持一個 可以運作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工作關係 但是就是說 Working Relationship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要能夠保障台灣的生存和發展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一個 一個兩難 那到選舉的時候 是否這個中國牌 就被這個 某些政黨 特別是民進黨 拿來用等等 這個也是很難免的 那剛才范教授也提到 就是說這個 經過這一次的選舉的話 北京政府似乎發現到 它所有的這個作為的話 如果不小心的話 可能會對台灣的選民來講的話 適得其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選民的話 基本上來講是相當的理智 他們對於這個兩岸關係的 基本的要求 對於政客的要求 我覺得就是不要走太快 但是也不要走太慢 希望能夠得到這個中國大陸 給台灣的經濟的利益 但是絕對要保護住 台灣的安全跟主權 好 謝謝王教授 接下來是同一個問題 我想聽聽台北范教授的看法 范教授 的確啦 我覺得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 是相當務實的 那我們像跟大陸維持好經貿關係 但是也不能犧牲台灣的主權 那所以你說這個 什麼操弄亡國感 那這個原因是何在呢 我覺得當然跟習近平 今年1月號提出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當然是很密切的關係 然後再看到香港的反送中遊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友國感 這個很多馬英九或國民黨人 是說沒有沒有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反響 這個月12月份 有一位台灣有個雜誌 叫遠見雜誌 大家一直認為他是比較清爛的 他做了一個民調 很有意思 就是說他對於台灣民眾 對於國民黨 跟對民進黨的好感度 結果民進黨是33.8% 國民黨只有18% 可是在1月份的時候 國民黨是32% 民進黨就有20% 也就經過了將近11個月 民進黨的好感度增加了13.5% 國民黨是掉了14% 你看這個一差距 差了將近27%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 年初的時候大家喜歡國民黨 年末的時候大家欣賞的是民進黨 那我覺得就是剛才講過的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國民黨的反應太過軟弱了 然後蔡英文她是強硬反應 辣台妹撿刀槍 然後加上就是3月份 韓國瑜去了香港中聯辦 加上6月9號 香港反送中運動 蔡政府是支持的 而國民黨態度是暧昧的 然後再看到了這個 這個國民黨提名的不分區裡面 第四名是吳思淮 他在之前去中國大陸 進了人民大會堂 在這邊樹立聆聽 易勇軍進行曲 還聽了習近平的訓話 他是一個退役的中將 大家覺得說他就是有失武德 不應該如此立場 敵我不分 然後國民黨又提名的 第二名不分區葉玉蘭 這兩位都是穩當選的 葉玉蘭呢 在2016年是被新黨 提名不分區第一名 而他新黨是支持一國兩制的 所以我覺得這點 讓他對國民黨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失望 然後反而認為 民進黨可以捍衛主權 可以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那國民黨事故在這個立場上 不夠強硬 所以為什麼年初到年尾 有這麼大的反應 而且大家看到就是說 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 去年跟今年 去年是60% 今年是63.3% 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 又是中國人的比例 從36.2%降到30.2% 只是降到6% 為什麼呢 就是大家覺得 你中國大陸要對我 要幫我併吞了 那我不願意再承認自己 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那所以這就變成是一個 大家有一種態度的轉變 另外就是 有意思是過去年說 要去中國大陸發展的人 有34.4% 去越南的是16.9% 結果到了今年 同樣的民調 去大陸的只剩下18.2%了 減少了16.2% 而要去越南增加到17.1% 表示去大陸的意願 經濟去大陸發展的減少了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大陸經濟現在也下滑了 經濟也不好 去大陸發展 不見得有那麼好的空間 反而覺得去越南 特別是30到39歲的中壯年 要去越南的是23.2% 去大陸是20.9% 第一次要去越南的意願 高於去大陸 所以這種轉變就表示說 當大陸的經濟 過去它那個高增長高發展 國民黨當然就說 我們只要兩岸關係 好我們可以搭著大陸的 這個經濟的列車往上走 但是現在看起來 台灣跟大陸之間 加上台商快速的回流 因為中美貿易戰快速回流 現在台灣的工廠的用力 一地難求 為什麼呢 因為台商紛紛的回來 所以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經濟的依存也出現了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結構改變 所以再來就是說 這個民調也說 對於大陸的好感度 覺得變好的是去年是48.8 那今年只增加25.9 減少了將近是23個person 認為跟大陸的關係變壞的 關係變壞的 印象變壞的 去年是只有16.8 今年增加到30.7 增加了14% 表示台灣人對大陸的印象變壞了 增加了一年之間變壞 增加了14% 這是很大的變壞 然後變好的快速下降 將近減少了23% 所以一來一來之間 將近差距了30 37 將近40% 為什麼一年之間 有這麼大的改變 從印象好 非常印象壞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中共的統戰工作 對待統戰工作 其實我必須想是失敗的 而在這一次的香港的 區議會選舉 這個民主派大勝 建制派大敗 結果中共之前的預估 還認為建制派大贏 結果結果出來之後 大吃一驚 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情報 跟這麼離譜的判斷 我認為北京中央 對香港的情勢誤判到目前為止 一直誤判 會不會明年也會重蹈覆責 對台灣的誤判 我覺得這值得看 不過我覺得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從台灣 從遠見雜誌 這麼藍 比較偏色色彩 偏藍的所做出來的這個 民調的結果 我覺得如果我是北京當局 我看了我會覺得會相當緊張 台灣怎麼是距離我 中共的想法 或中共的這個高層的想法 是越差越遠 好 謝謝范教授 好像這個時間有點緊張 我就不讓這個博弈來 來請教兩位嘉賓了 我想按照慣例 最後請兩位來賓 各做一分鐘的總結 先請紐約的王教授 一分鐘 是 我想那個2020年1月11號 這個總統大選的話 不但是台灣這個民主進程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也是可以檢視很多一些命題 比如說是否有外來的因素 台灣民眾的這個好物 還有兩岸關係等等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現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就是說這個民主黨的這個 蔡英文的話 以兩位數字領先這個韓國瑜 那麼韓國瑜出了一個奇招 就是把這個民調給沒收 那我覺得這是可能這次選舉裡面 這個最值得觀察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到底是台灣的民調的這個科學呢 是否還是為政治所使用比較多 而不是真正一個科學的一個反應 還是說這個韓國瑜他對於 對於自己的這個支持度的話 胸有成竹 然後在民調方面沒有辦法反應出來 當然最後的話 就有1月11號的那個選舉結果 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民調 好 謝謝 我想大家拭目以待吧 謝謝王教授 接下來一分鐘的時間 時間交給台北演播室范教授 的確 我覺得民調 當然我認為韓國瑜像民調偏低 但是真正的我不認為差那麼多 我認為韓國瑜他的基本盤還是有的 他的支持者到最後還是會含淚投票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的民調說 跟蔡英文差了一倍 我覺得這個可能有一點 目前來講是有一點這個太誇張了 因為我覺得選後還是有人會 藍營的支持者還是會含淚含恨投票 但是我覺得這場選舉 他其實已經超越了族群跟黨派 就現在大家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捍衛我們的民主自由 還是我們要被迫接受中國大陸的一國兩制 那其實這個東西過去台灣可能有審計因素 現在其實很多年輕時代 他根本也沒有審計問題 他不管他的爺爺奶奶從大陸來什麼 他現在認同的是台灣這塊土地 那我們是不是要保衛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個可喜的現象 就是大家重要的是價值之爭 而不是過去的地域之爭 那大家更能夠理性的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 其實很多國民黨的年輕時代 他現在有時候稱對岸也叫中國 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他的立場是什麼 他其實也是因為他在地化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未來 他在兩岸的論述上 他要怎麼樣更能夠讓台灣年輕人接受 這是他的一個挑戰 所以他的路線是不是要做調整 那從這次選舉的結果 我覺得國民黨的年輕世代 中壯世代 是要好好來思考這個問題 好的 黎森 好 感謝博弈 也感謝范教授和黃教授 來賓和網友發表的觀點是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美國之心 來不及觀看或者參與討論的 聽眾和觀眾 可以收看我們在社群網站上的視頻 並給我們留言提供建議 我們的網址是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 slash voachina youtube.com slash voachina 好 明天實施大家談 帶您關注美中協議的變數 和解能夠持續多久 談論海峽大事 《索定海峽論壇》 台北和北京時間 每個星期天的晚上9點到10點播出 我是林森 祝您晚安 下次節目再見